患癌两年后,癌细胞消失了,美国最新研究,这种食物经常吃,癌细胞绕道走,在四川广汉,一位年鱼四巡的老汉,于去年初春时节不幸被胃癌的阴霾笼罩,历经手术切除了大部分胃组织。 然而,令人惊叹的是,在随后的一年多时光里,它不仅病情未现恶化迹象,体内癌细胞的踪迹竟近乎绝迹,这一转变让医生们也纷纷称奇,探寻其背后的奥秘,痰疾癌症。 这往往是一个令人讳莫如深,却又无法回避的话题,生命之术难免遭遇风雨,疾病便是其中之一,在众多疾病中,癌症以其独特的威慑力,让人一旦确诊,便仿佛听见了生命沙漏加速的声音。 传统观念里,癌症的愈后常以生存期限为标尺,如一线癌一年生存率之低,令人心悸,肺癌五年生存率亦不容乐观,数据触目惊心。 2015年,中国约有393万人踏入癌症的阴霾,这意味着每一天都有超过万人的世界因此改变,每分钟就有近八人不幸被确诊。 人生旅途中,与癌症相遇的概率,对女性而言约为三分之一,对男性则更高。 几近二分之一,长久以来,癌症被视为基因的宿命,似乎一出生便注定了与病魔抗争的宿命,但基因果真是不可撼动的定数吗? 日本,这个以长寿著称的国度,同时也是全球癌症发病率较低的典范。 有趣的是,当日本人移居至美国后,其癌症发病率却显著上升, 趋近于当地美国人,这一转变,基因未改,唯有生活方式,尤其是饮食习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强有力地证明,生活方式,尤其是饮食,对癌症的发生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我们愈发清晰地认识到,癌症并非全然由基因主宰,生活方式的贡献率高达九成,而基因因素仅占一成。 这意味着,尽管我们的基因图谱在出生时便已会旧,但如何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去引导这些基因的表达,成为了我们手中掌握的关键钥匙。 美国最新科研成果揭示了六大亲民食材的防癌抗癌奇效,日常适量摄入,或能让癌细胞望而却步。 首当其冲的是大蒜,被誉为抗癌之王。 其独特的大蒜素成分,如同化学盾牌,有效阻断体内亚硝酸案的生成路径。 尤其受到北方人的青睐,他们偏爱生食大蒜,以最大化其抗癌效益。 一旦大蒜加热煮熟,其抗癌特性则主要转化为调味之用,紧随其后的是萝卜。 这一自然解毒剂,兼具利尿、消炎。 化痰止咳多重功效,萝卜中蕴含的抗癌明星。 萤朵,身受老中医推崇,不仅助力防癌抗癌,还促进消化。 淡雅的口感下隐藏着对身体的诸多益处,日常餐桌上不妨多加一份萝卜。 性子肝亦是亮点,作为维生素B17的副矿。 这种维生素展现出卓越的抗癌潜力,性子中的活性成分仿佛体内倾倒肤, 吸附并消灭有害物质,同时滋养身体,是健康零食的优选。 红薯,中医眼中的药食同源典范,开胃通便,健脾和血, 益气生精,其内含的化学物质更是预防结肠癌与乳腺癌的得力助手, 长期适量食用,为健康助起坚实防线。 香菇,被誉为君中皇后,其多糖成分如同免疫系统的强化剂, 不仅能够扶正补虚,增强机体抵抗力,还能有效抑制癌细胞生长, 其美育绝非空穴来风,实为防癌抗癌的佳品。 最后提及的是玉米,其高含量的纤维素,是大米的十倍有余, 这一特性极大促进了肠道蠕动,加速废物排出, 减少有害物质在肠道内的滞留时间, 对于预防肠炎及直肠癌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 综上所述,这六大食物不仅是餐桌上的常客, 更是我们防癌抗癌的得力助手。 无论是健康人群还是癌症患者, 适量增加这些食物的摄入,都能为身体带来积极的影响, 助力我们更好的对抗疾病,守护健康, 拥有强健体魄,需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入手, 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未雨绸缪,守护健康, 以下六大健康禁忌,务必铭记于心。 一,严禁吸烟,远离二手烟危害, 这是对自我及他人健康的尊重与守护。 二,避免摄入经油炸,烟熏, 烧烤或添加化学防腐剂处理的肉制品, 以减少潜在的健康风险。 三,警惕没变食物,尤其是易受潮的米,大豆, 玉米,花生等,一旦发现霉变,应立即丢弃, 以防霉菌毒素侵害身体。 四,病气偏食与暴食的不良习惯, 均衡摄入各类营养素, 是维持身体健康的基石。 五,细嚼慢咽,避免狼吞虎咽, 让食物充分与唾液混合, 促进消化吸收,同时减轻胃肠负担。 六,肾玄果蔬, 对于可能残留农药的瓜果蔬菜, 建议使用碱性溶液或清水充分浸泡冲洗, 以减少农药残留对健康的潜在威胁。 药食同源, 科学膳食是防癌抗癌的坚实基础, 这需要我们长期坚持, 遵循合理的膳食原则与科学食谱, 而非一朝一夕之功。 此外,现代科学已多次证实, 压力与癌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长期处于消极情绪, 焦虑抑郁状态, 不仅会增加患癌风险, 还会影响癌症的治疗效果。 正如病由新生所言, 动物实验亦多次验证, 持续压力下的生物更易罹患肿瘤, 且癌细胞转移风险增加, 对于癌症患者而言, 情绪压力更是治疗过程中的一大挑战, 它直接影响治疗效果, 复发率及生存率。 因此,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 对于预防癌症及提升癌症患者的生存质量, 至关重要, 人人都有癌细胞, 它喜欢你干三件事, 别给它可乘之机, 癌症。 这一现代社会的隐形杀手, 至今仍是人类医学 难以彻底征服的严峻挑战, 据世界卫生组织权威数据。 2020年, 中国境内新确诊的癌症病例 高达457万例, 伴随而来的是超过300万人的不幸离世, 这一数字触目惊心, 提醒我们每个人都应正式癌症, 积极投身于其预防与认知的行列中。 一、人体内的隐形威胁, 癌细胞的潜伏与觉醒。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副主任 马菲医生深刻剖析道, 从生物学角度而言, 每个人体内都潜藏着癌细胞的可能性。 这些潜在的危险分子, 实则源自正常细胞的异常变异, 在人体细胞不断更迭的宏大舞台上, 每天都有无数细胞诞生与消逝。 而当这一过程出现偏差, 极有部分细胞发生错误, 它们便有可能踏上癌变之路。 幸运的是, 人体拥有一套精密的免疫监视系统, 如同忠诚的卫士, 时刻巡逻, 将绝大多数错误细胞扼杀于摇篮之中, 从而确保少数变异细胞难以发展壮大尘癌。 然而, 当免疫防线出现漏洞, 或是变异细胞逃脱了监控, 它们便可能肆无忌惮地增殖, 最终酿成癌症的悲剧。 二, 生活恶习, 滋养癌细胞的温床, 癌症的形成, 往往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以下三种行为, 正是癌细胞所偏爱的, 它们如同催化剂, 加速着癌症的发展进程, 懒惰之祸, 现代人久坐成疾, 无论是办公室内的长时间浮案, 还是家中的葛优糖, 都无形中为癌症埋下了隐患。 久坐不仅减缓了肠道蠕动, 增加了肠癌的风险, 还亦导致负行肥胖, 进而与肝纤维化, 肝癌等疾病紧密相连, 节俭之伤, 节俭本是美德, 但若过度, 则可能适得其反, 变质食物中的黄蛆霉菌, 扩展青霉等有害物质, 都是潜在的致癌元凶, 此外, 为节省电费而不开抽油烟机, 让厨房成为有害气体的聚集地, 长期吸入这些物质, 无疑加大了肺癌的风险, 尤其是女性群体, 放纵之害, 吸烟与酗酒, 是放纵生活方式的典型代表, 也是癌症的重要诱因, 烟草烟雾中的数百种有害物质, 尤其是七十余种致癌物, 如同慢性毒药, 侵蚀着人体的每一个细胞, 而酒精, 更是直接关联到多种癌症的发生, 其危害不容小觑, 因此, 为了自身的健康与幸福, 我们应当摒弃这些不良习惯, 积极拥抱健康的生活方式, 通过合理膳食, 适量运动, 戒烟线酒等措施, 我们完全有能力将癌症的风险降到最低, 为自己和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健康防线, 三、癌症的狡猾伪装, 警惕那些亦被忽视的警示信号, 在癌症悄然滋生之际, 它仿佛一位高超的魔术师, 能够以诸多与普通疾病相似之貌, 蒙蔽我们的警觉之心, 使得许多患者错失了早期发现的宝贵时机, 因此, 当以下症状不期而至时, 切莫轻易将其归咎于寻常之急, 而因警觉, 这可能是癌症的预警信号。 体重的悄然流失, 非减肥之喜或癌症之警, 一项由英国牛津大学与埃克赛特大学 联合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的权威研究, 通过对六, 四万名受试者的深入观察, 揭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事实, 在体重突然下降后的六个月内, 有908名受试者不幸被诊断出癌症, 其中肺癌, 节肢肠癌, 胃癌, 食管癌, 一线癌及淋巴瘤赫然在列, 此研究表明, 体重骤降或许正是癌症在体内肆虐的初期信号, 其风险较常人高出两倍有余, 恍然之谜, 非上火之兆, 或肝胆之急, 当眼睛, 皮肤乃至小便莫名泛黄, 切勿简单地归咎于上火, 这或许是肝胆系统发出的紧急呼救, 肝内或肝外胆管受阻, 胆汁回流至血液, 导致全身性恍然, 若此症状伴随乏力, 贫血, 体重减轻, 更应高度警惕, 这可能是胰头癌, 胡腹部癌, 胆管癌等恶性肿瘤的阴影已悄然逼近, 变血之祸, 痔疮之外, 肠癌之忧, 直肠癌常被误诊为痔疮, 皆因二者症状相似, 尤其是变血这一共性, 然而, 细心辨别之下, 直肠癌的变血多为暗红色或伴有粘液, 与痔疮的鲜红血液截然不同, 此外, 肠癌还可能带来排便习惯的改变, 大便形态异常, 理疾厚重感, 疾腹部不适等症状, 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警示灯, 消化不良的迷雾, 胃病之外, 癌症之余, 在我国, 肠胃疾病高发, 消化不良常被视作寻常, 然而, 胃癌, 食管癌, 肝癌, 十二指肠癌等多种癌症, 同样能引发消化不良, 尤其是当消化不良症状频繁出现, 尤其是年龄超过40岁的个体, 更应提高警惕, 及时就医排查, 以免错失治疗良机, 癌细胎虽潜藏于每个人体内, 但并非必然发展为癌症, 通过关注并改善生活习惯, 我们能够有效降低这一风险, 面对身体的任何不适, 切勿掉以轻心, 及时就医检查, 是守护健康, 抵御癌症的明智之举, 即使不幸罹患癌症, 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仍是我们赢得生命之战的关键, 哪些人群面临更高的癌症风险, 家族遗传背景显著者, 某些类型的癌症, 如肠癌, 乳腺癌及胃癌等, 具有明显的家族聚集性, 若家族中有此类癌症的病史, 个体很可能携带了 与癌症易感性相关的遗传基因, 从而使其罹患相关癌症的风险显著增加, 饮食习惯不良者, 并从口入绝非空穴来风, 多种癌症的诱因 可追溯到不良的饮食习惯, 例如, 忽视饮食卫生 可能让幽门螺旋感菌承虚而入, 增加胃癌的风险, 长期维持高动物蛋白, 高脂肪而低膳食纤维的饮食结构, 使诱发肠癌的温床, 频繁摄入超过65摄氏度的过热食物或饮品, 则会对食管造成热损伤, 反复刺激下, 亦引发食管癌, 生活习惯不佳者, 不良的生活习惯, 诸如吸烟, 酗酒及长期熬夜等, 均被视为癌症的高危因素, 这些习惯尤其与肺癌。 口腔癌及肝癌等癌种的发病风险密切相关, 情绪状态长期不佳者, 情绪健康对身体健康同样至关重要, 乳腺癌的发生与发展就与情绪状态紧密相关, 长期处于焦虑、恐惧或抑郁等不良情绪中, 会对乳腺组织产生不良影响, 直接提升乳腺上皮细胞癌变的风险, 成为乳腺癌发病的潜在威胁。 防癌密钥全解析, 饮食密钥,解锁健康饮食的奥秘, 关键在于多样与均衡, 建议小于12岁的孩童 每日至少摄取5份不同种类的新鲜蔬果, 滋养成长。 而青春期的少年们, 男孩需达到9份, 女孩则至少7份, 以满足身体发育所需, 抵御癌症侵袭, 运动密钥, 活力生活的秘诀在于规律运动, 每日至少一次, 每次不少于30分钟的锻炼, 每周累计5天, 让心跳加速至170减去年龄的节拍, 激活身体潜能, 远离癌症阴霾, 生活密钥, 戒烟限酒, 健康生活的第一步, 男性犹须警惕, 及时戒烟能显著降低肺癌, 猴癌及胃癌的风险, 同时控制饮酒量, 每日酒精摄入不超过20克, 理想状态是远离酒精, 守护全身健康, 体重密钥, 肥胖, 癌症的隐形推手, 积极管理体重, 特别是负行肥胖者, 更应重视, 女性腰围仪控制在80厘米以内, 男性则不超过85厘米, 以预防乳腺癌, 子宫内膜癌, 肝癌, 甲状腺癌及肠癌等多种癌症的发生, 体检密钥, 早筛早治, 守护生命的防线, 有癌症家族使者, 应提前进行防癌筛查, 无家族使者, 40岁后亦应定期筛查, 防患于胃燃, 利用胸部低剂量螺旋CT, 甲胎蛋白与肝脏超生, 胃肠镜等先进手段, 精准狙击各类癌症威胁, 生命不息, 细胞更迭不止, 在每一次细胞分裂与染色体复制中, 都可能潜藏着基因突变的风险, 而变异的细胞正是癌细胞的前身, 幸运的是, 强大的免疫系统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 它能及时清除这些潜在威胁, 因此, 通过科学的生活干预, 提升免疫力, 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 是我们对抗癌症的有效策略, 摒弃不良习惯, 均衡膳食, 远离烟酒, 保证充足睡眠, 让健康成为我们最宝贵的财富。